各位产观学的先进们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会议上面呢 与大家分享 我在毫米波方装结构 这个研究主题上面的一些研究工作 那在开始之前呢 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由于在会议举行的 这个8月2号这个日期呢 我的家人呢 在8月2号之前一两天 才刚满足这个居家隔离的 解除的这个条件 那我实际上是扮演这个居家隔离者的照顾者 所以也不方便直接到 这个会场上面与各位先进们做交流 经验上面的交流与分享 所以只能够采用这一种线上的方式 与各位先进们做交流与去分享 这边还请大家多多包含见谅 那我是欧阳良玉 目前服务于中央大学电机系 那我们今天会有这个毫米波封装结构的研究主题呢 主要是在于说我们跟这个业界的单位呢 有所合作 那他们所提出来的需求比较特别的是呢 希望我们提供一些分析上面 尤其是希望具有一些解析的公式 或者说有一些简单的分析技巧 甚至是一些很直观的物理直觉 那怎么样来讨论这个封装结构的 它的效应 以及如何改善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研究主题呢 并没有非常复杂的封装结构 反而比较像是针对封装结构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以及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 我们的经验的分享 以及一些物理上面的直觉 那希望可以让与会的大家们 都能够有所收获 OK 这是我们今天演讲的主题 好 那这我们是我的大纲 那首先呢 我们的理论部分呢 是基于所谓的 quasystatic approximation 就是准静态的近视 那以及这个 Igermode analysis 就是所谓的本质模的分析 实际上呢 这两个理论的部分呢 会贯穿我整个bond wire 就是棒线结构的设计与分析 那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会特别强调这个 所谓的准静态的近视 它到底需要在 什么样的条件底下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封装结构 当做是一个等效的lump element 或者说lump circuit 来作为它的等效电路模型 那我们会很具体的来说明 什么样的条件底下 可以使用准静态的近视 那在接下来的话 还会在 对这个Igermode analysis 做一个分析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在 这个棒线结构的地方呢 我们会再次来说明说 我们这个地方是使用在棒线结构 分析上面的哪一个部分 那实际上呢 我们会发现 当我结合准静态近视 以及这个Igermode分析的时候呢 即使呢 我的棒线的结构 它是比波长远大 比波长远大于很多 换句话说 它应该是具有传输线的效应了 但是呢 我们仍然可以使用一个 很精准的这个Lump Element的电路模型 然后呢 来对它做Model 来对它做Model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会包含的这两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 毫米波封装结构的两个Type呢 一个是Bound Wire 就是棒线结构 另外一个是Solder Bound 就是中文有的时候是分成金属突块 它主要是用来作为这个Frit Chip 就是附近封装的时候会使用到的一个 连结的一个部分 那针对Bound Wire棒线跟这个Solder Bound的部分呢 我们都分别提供了计算 模拟以及量测的结果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的计算的部分呢 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都是有一个解析的公式 或者说呢 我们都是有个等效电路模型 但是我们的等效电路模型呢 并不是通过模拟的时候去把它萃取出来 把它萃取 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并不是 并不是 都是直接通过一个解析的公式 那来作为这个计算结果 来作为这个计算结果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的理论的部分 就是准晶态的近似 以及Igmo的分析 OK 那为了我们要结合 后面我们要把这个磅线结构当作电杆这个部分来看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举的例子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先考虑一个双线传输线 双线传输线 那我们的双线传输线最简单的可能是这种平行版的案例 平行版的案例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平行版的双线传输线呢 我们可以把它model成是一个传输线模型 对不对 它的特征阻抗我们把它叫做Z0 那如果我们的末端呢 加上一个短路的金属板 Short 那换句话说 它的负载阻抗应该是0 那如果我们走了这边 从负载端往回走了一个距离D 那我们从这边看进去的Z印 那我想在这个电磁学课本里面都有写到 都有写到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近视公式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公式 对不对 我们的Z印会等于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那因为呢 我们的ZL等于0 负载端它的ZL等于0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的Z印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的β乘上D β乘上D呢 它是在2分之π以内 也就是我们的D呢 是小于4分之波长的话呢 实际上呢 它可以等效成是一个电感 对不对 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感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呢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一个公式的形式 把它写成JωL 那么呢 你的电感值就会随着频率 其实是有关系的 其实是会有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 我们常常呢 在萃取 从模拟软体里面 萃取一个结构的等效电流模型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 我们萃取出来的 不管是这个电阻R 电容C 或电导G 以及电缸L 其实它都会随着频率有关 那往往呢 就会跟我们以前所学的电路学呢 好像观念上面有所不同 因为以前电路学所学的RLGC呢 其实它的值跟频率应该是无关的 其实频率应该是无关的 那这边会有关显然就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从这公式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必须要和频率是有关 必须要和频率有关 那什么时候会开始变成是无关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当我的这个D呢 让我这个D呢 远小于波长 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这个电路的尺寸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整个传输线的电路尺寸就是D嘛 我的整个电路的尺寸D呢 远小于波长 那么这样子呢 我的TBD呢 它其实就可以只取第一项 Brest order的近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它TBD我就可以直接近视成BDD 那我把这个BD带进去以后 我的Z印呢 就可以写成JZ0BD 那我再把这个BD 这个BD就是这个传输线的传播常数 那我再把它换成C分之Omega 那接下来呢 我为了要fit这个形式 所以我把Omega搬到前面来 把它搬到前面来 那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再把它写成JOmegaL的这个形式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诶我的L 其实就会是C分之Z0在乘上这个D 诶这个时候 L这个电感值就不再跟频率有关系 对就不再跟频率有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 我们应该说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来看到说 原来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要让第一 远小于波长 也就是说 我研究的这个电路结构呢 如果它整体的这个尺寸 它远小于波长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用一个等效的电路模型 而且这等效电路模型的每一个元件 它的值呢都不应该跟频率有关 都不应该跟频率有关 换句话说 这也就是准静态近视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呢 你整个探讨的电路的尺寸呢 都要远小于波长 都要远小于波长 所以才可以使用这个Quastity Appximation 那但是呢 在我们今天探讨这个主题里面呢 我们会试着呢 结合刚刚所提到的Igermode分析 我们会让这个近视呢 其实我们会采用这种分段切割的方式 让每一段都满足Quastity Appximation 但是每一段的特征阻抗怎么决定呢 就由这个Igermode Analysis的方法来做决定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实际上呢 就可以针对即使我的这个电路尺寸 或者说封装结构的尺寸呢 并不远小于波长的情况底下 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个由Lump Element 来组成的这个等效电路模型 而且它也是准确的 OK 好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Quastity Appximation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进到BondWire的部分 我们就来说明说 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准静态的近视 要怎么应用到这个BondWire 就是棒线结构上 OK 好 那我们的棒线结构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示意图 可能是类似这个样子 就是我有个IC的晶片 那我当然上面有个Pad 我会连接到外面来 那通过的方式就是这个BondWire 棒线的部分 那当然最后可能会连接到一个PCB板上面 的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